教育部 教育部最近推出一個新政策 讓高中職的同學畢業之後 除了升學這條路 他還可以進到職場體驗 或者擔任國際志工 同學們一定有很多疑惑 今天我們來到教育部 一起來聽聽部長怎麼說吧 歡迎 部長 首先就是針對這個 青年就業儲蓄帳戶這個政策 有兩個問題想要先請教部長 第一個就是有關這個目的到底為何 然後第二個就是 教育部有沒有想要聚焦在 什麼樣的學生族群 是這個政策真正能夠幫助到的族群 比如說像到底是要聚焦在高中 或高職生或是有其他的對象呢 是 台灣經過20年 也就從1994到2014 其實在我們高中職學生的升學上 有很大的變化 那麼從20年前我們的高職畢業學生 他直接升學的大概只佔27% 但是到2014已經高達81% 那高中是也從57%就升到96% 應該說所有高中職應屆畢業的學生 幾乎大多數都已經升學 但是有一個情形 是讓我們覺得應該在思考 有很多進到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大醫生大概有四分之一 會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進到這個系所來 甚至有畢業的畢業生以後 到了職場以後發現 自己所學的跟所在進行的職場 其實是不太符合自己的興趣 所以說高的升學歷 但也造成了好多我們的年輕的畢業同學 他是在一種比較還沒有很確認自己 人生到底喜歡什麼 想往這個路徑走 可是已經跟著大家一起上車 往升學這個直達車開去了 那經過了四年 確實有相當的不解 所以這個有將近四分之一這樣高的比例 才讓我們一直覺得說 我們應該在這上面 可不可以讓這些 還在人生十字路口 私所徬徨的我們應屆畢業的同學 可不可以有一個選擇 讓自己再想一想 或讓自己在職場上 或在生活上有多一些接觸 之後能夠來做下一步的選擇 我想這個方案主要也這樣的考量 當然主要的目標 還是針對應屆畢業的高中子的同學 因為我們所規劃的 這個可能會因應同學的想法 跟他想去做的這種體驗來做的設計 所以我想對高中 對高職的應屆畢業的同學 他都可以有一個選擇的機會 那像是在家自學的同學 就有這個機會也可以參與 我們在目前所規劃的方案 當然如果以職場體驗是把更多優質的企業 他們也願意來共同提供這樣的一個就業 跟學習的機會給同學 那可能有同學會覺得這些不是他想要的 比如說他參與在家自學方案的同學 他也可以去選擇 不是只在我們所提供的這個職場體驗的職缺 他也可以自己去選擇 看到他可能另外一種形態的這種體驗的機會 那這部分只要他能夠提出自己的一個體驗學習的計畫 那經過我們跟勞動部來做審查 其實這樣的方案也比較考量到 不完全只是由政府來安排的 也因為有自己的興趣或想自己去嘗試的這樣的方案 也可以在這樣的計畫裡面來被提出跟審查 其實像我們有採訪一些高中職的同學 然後其實高中跟高職的同學 對於這個政策有不同的擔憂 像高中的同學他就會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什麼能力 我會就是國素營這些 真的有企業要用我嗎 那高職的同學就是在想 會不會進到這個企業之後 會因為他是高職生 所以給他的薪水比較低 或者是給他比較低階的工作 他反而沒辦法學習到這個職場裡頭 真正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是 確實高中跟我們高職 在學習這三年過程當中 接觸的課程跟所學習的內容是有它的差異 那麼在這次的方案裡面 當然職場體驗是一個計畫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們還有所謂的生活的體驗 或是到國外擔任志工的這種學習的機會 包括剛才談到也有自己可以來評估提出的方案 這種方案的多元性就很高 所以我想應屆高中畢業的同學 或高職畢業的同學 反而應該可以去思考所提供的這種選擇的機會 去衡量自己比較適合的方式來做一個考慮 那麼當然對職場的這個體驗 這一次在整個教育部跟我們相關部門來共同努力 其實它不是只是單純到某個職場來上班工作 其實這些也都是經過相當的規劃的職缺 那這個除了我們說給同學來參與職場體驗的這個 有每個月我們中央政府加起來總共1萬塊的協助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是由勞動部也會提供給參與提供職缺的企業 每個同學有5千塊是給這個企業 他去上班的這個工作 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這個企業應該要來協助安排 同學他可以去接觸 雖然他是一個企業 但是他有可能部門的不同的工作的這種機會 那也主要是讓他去多接觸 來也能夠除了幫忙這個 他在整個企業裡面的相關的工作之外 也讓同學能夠利用這幾年的時間 也確實去接觸到 因為主要也比較希望同學因為接觸了更可以了解 也許比如說他是一個 在我們說現在這種數位的這種公司裡面 其實裡面的工作的內涵也是多樣化 並不是一個工作好像就到底 所以我想在特別會透過也協助企業 補助他們一個月一個同學給企業有5千塊 主要是讓他們要幫演師傅的角色 不是只是去做整個員工來協助這個生產 企業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帶著相當充分 讓同學可以因為接觸去瞭解自己真正的喜好 還有自己優勢的部分在哪裡 我想這個如果他要繼續就業也好 或是回過頭想要來升學 應該會更清楚跟他幾年前 踏出高中高職的校門 就開始要進入大學 我想這是一個完全不同 可以給自己再一次機會 剛剛部長有提到補助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這個政策 就是企業跟學生進行媒合之後 它等於是學生獲得一份正職的工作 然後他有正職的薪水 那為什麼還要另外補助學生 每個月1萬塊 我想這個方案 在同學們如果選擇到職場去體驗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優質的職缺 應該來說都是由我們勞動基礎 保障以上的薪資 它其實就是一個完全安全的就業 但是在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更也希望能夠考慮給同學們 如果參與職場體驗這一部分 真正的去上班 每個月由政府來提供1萬塊 這一萬塊其實就是這個方案很重要的 是要幫同學們能夠去準備 他未來要去創業也好 或回過頭自己希望能夠知道自己要學什麼 再去就學 其實這個也幫他準備了後面這個就業 尤其是就學的 因為現在學費的這方面 他的一個準備金 所以我想這個整個方案 是帶有相當 都是在為參與這樣方案的同學 除了平常可以因為上班所得到的薪資之外 那更可以有一點強迫的幫他儲蓄 所以當他三年後或這個時間他要上大學 其實他根本不用再擔心學費了 也不用再要爸爸媽媽來幫幫他出學費 更可能他也這個時候也不必要說 一定要把很多的時間又分散去打工來賺取學費 所以這個方案某種程度也是希望當同學想清楚了自己的未來 要學習什麼或往哪個領域去發展 這個時候我相信他帶著的熱情 也需要政府來幫他協助的這種準備 我想他可以更無慮地去開拓自己未來的下一個階段的學習 或是一個工作的發展 為什麼我說這一次是跨部會去提供各個類型的職缺出來 是這一些都是也應該是政府比較長期 尤其像勞動部他們有所謂這種幸福企業 他們過去勞動相關的這些基金去投資去開展的 主要也是希望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這些職缺提出來也會經過被審核 主要也是希望他確確實實是能夠達到 提供這些應屆畢業同學 他去職場體驗不要成為一個只是一個廉價的勞工 最相關在薪資或我們說的這些職場的安全的保障 或職場上應該被師傅來所指導的 這些都是為什麼還要額外給企業 有一個這樣的經費上的補助 在這個過程當中最重要的是 這會是有一個專門的輔導的機制 也就是說同學如果到某家公司去上班 他不會說這樣職級 就孤立您到這樣的一個單位上班 這個也會有教育部跟勞動部 我們會共同有這樣的一個專案的辦公室跟人員 也會隨時去了解同學們在企業當中服務的情況 甚至比如說同學他也許剛開始可能在這樣的部門 但他後來一段時間他比較可能想改變 這也是我們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當他的計畫需要改變的時候 他能夠被他提出來之後 經過我們的一些審查跟協助 他是有機會去做這種轉換 因為基本上在這樣的方案當中 是比較希望能夠讓同學 是真的能夠去對自己的興趣 能夠有更深刻的了解 對執掌的體驗後 他當然也就會面對到不同的 他可能跟原來的想像會有所不同 所以也有這樣的一個可以轉換的機制在 只是這部分政府會比較從他實質所提出的這些計畫 來加以做一些審查 那對於他們的這種權益上的保障 這也是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相關部會非常會去關注的一部分 所以說如果比如說有同學參與了計畫 然後第一年他進到那個企業 然後發現到好像不太合適 那他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輔導機制 去轉換到下個企業繼續體驗 就是說這個在整個企業的轉換 就是說因為原來他有提一個計畫 或是他選擇了在原來政府所安排的職權裡面 那因為經過媒合 這個當然就會往下走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對這個計畫或所服務的部分 希望能夠有所調整 那我們就會來做個案上的這種審查 跟做這個協助 這個也比較是原來方案很重要的目標之一 讓同學是因為不是一路就好像選了這個選擇 就不能再思考 當然我們也比較希望同學在職場上的體驗 他一定會有一個從初期比較陌生 到這個後期比較適應 尤其是其實在同一個企業裡面 一個公司裡面 他也可能會有不同的這種職務上 不同的工作的這種體驗 我想這些都是讓自己多一點了解 因為實際去參與了去做了 才更清楚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或是未來應該往怎麼樣的方向來做選擇 剛剛部長提到說同學會先提一個計畫 那就我所知好像是要先提一個二到五年的計畫 那其實寫計畫書申請這件事情 對很多高中職的同學來說其實蠻困難 因為他就不知道他要幹嘛 那他還要寫計畫書 應該這樣子說如果是職場體驗的這部分 基本上他一定要先表達 因為我想在下個學期 教育部就會到各校去宣導 先傳達讓大家知道這個有可能哪一些的職缺 還有這些相關他們去心中的一些問題 就可以得到一些回應 那之後會做一個意願上的調查 其實這個調查也表達著說他想要來參與這樣的方案 尤其是職場的體驗 那後續就會我們跨部會所提出來的這些職缺 那他們可以去做討論 這個部分就不是用很詳細的自己想像去提那種計畫 但是這個過程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媒合跟審查的過程 那剛剛會提到有計畫可能會寫得比較需要自己把想法提出來 就是說他用自學然後他可能自己選擇了一種體驗的方式 那這個就比較可能在跟原來政府所盤整出來提供的職場的情況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些部分尤其比如說他想要去家裡附近可能有一個他認為蠻不錯的這些地方上 這些他可以提出來也會經過我們的一個審核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勞動部他們會想這個條件也要必須符合你們說比較確認的 是未來同學可以去學習的也會一定的保障 那如果說像要到國外去做志工的體驗他一定要有一個想法 我們才能夠理解說他要進行的這種生活的體驗也好 國外志工的體驗他應該會有一個他利用比如兩年或三年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他有什麼地方以及他可能會進行怎麼樣的一些學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一個他可以初步所提出來的 也讓後續我們去理解因為這些未來他可能都會成為他要 當然繼續就業那當然就比較 那如果要回來繼續升學那我們也比較希望知道他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這種體驗 實質上他從事的哪一些的工作 然後包含我們在過程當中有一些輔導協助的這個機制 會把這一段的歷程能夠做一個比較清楚的說明 這個未來我想在他要來進行後面的入學的 繼續就學的這一部分 它就會是一個蠻重要的參考的資料 我們也比較希望這樣的方案是紮紮實實的去回歸到讓 以一個學生為核心的概念 但是這一些也必須是真實的去進行 而不是說我申請了一個計畫 可是我沒有實際的去實踐 我想這個也不是這個計畫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希望 為什麼下學期會希望能夠到學校去 讓同學先想一想 甚至可能也會跟父母做一個商量 那這些我想都是當他決定提出這樣的一個申請的時候 我想是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準備的過程 應該這樣子說 因為就職如果是在我們所盤整出來的這些職缺 其實這個是很清楚的 那同學當然會有一個申請的這樣的一個申請書 那這個申請書如果是選擇職缺媒合的 它本身來講它就是比較清楚 比較具體 這部分倒不是用他個人 但是那個申請書的內容我想就會不同於 剛才我講的 他如果要去國外擔任一個志工 或是自己去選擇一個 不是在原來政府所提供的這種職缺 他那這部分的描述的內容 就比較需要比較清楚一點 我想他的差異應該是在 但是他都必須要有一個申請的過程 那政府也會來做這樣的一個審核 那如果是職場體驗 還有一個叫做媒合的過程 比如他開出了我們有8000個分別在我們台灣 北中南東各區域 那可能有些同學他居住點是在花蓮 那他可能會選擇 那這個部分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有這些職缺的需求 那同學也覺得他可以究竟或也符合他的興趣 這個部分就會去進行媒合 那我想這個就是在整個辦理的這些過程 那至於那些申請書或是相關的職缺 這部分因為整個計畫會在12月底 把它整個很詳細的提出來 那對於職缺的公佈 因為現在在盤整的過程當中也希望尤其是在農曆年後 因為農曆年通常過了這個年很多的企業 他也有人員上的流動 那個職缺就會比較很明確 當然這個我們也能夠體恤 一個企業不可能現在就把一個職缺 空到明年8月才等著同學來上班 所以我們界定在職缺的這些盤點到公告 讓同學知道會是在明年三四月份的時候 就這些職缺大概就清楚了 在哪些地方用哪些企業 願意提供怎麼樣的一個形態類型的工作機會 那這個時候我想就有助於同學可以慢慢的去做一個了解 了解 所以聽起來好像學生如果要參與這個計畫的話 他好像也要先有個明確的方向 應該是說我們其實歡迎來做這個方案選擇的同學 一般來說是對自己的未來 尤其是要升學的這個方向 其實是處於還在猶豫的同學 他應該是可以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或是對自己的了解還不是很夠的 那如果說高中職已經畢業了 他其實自己方向什麼都很清楚了 他本來當然就選擇原來我們整個國家的這些升學的方式跟制度去進行 那尤其是說自己還希望給自己再多一點考慮機會的 是我們覺得這個機制是比較希望能夠來提供給這些同學多一個選擇 對 那我有個問題想要問 因為像我高中的時候我興趣很多 是 如果那個時候有這個計畫 老實說我還是不知道要選擇什麼職缺那麼多 然後我興趣也很多 好像這個適合那個也適合 那我在國高中的就是求學經歷中 我並沒有跟職涯相關就是有特別的課程來協助我進行選擇 那不知道教育部在這個方面有沒有在國高中會有相關的課程 這個也是這個方案 當然過往一起學校在對這方面 尤其是普通高中 可能都會 因為大家都習慣 從96%的升學歷 可能多數的老師會認為學生的選項就是這個 多數的選項是這個 反而我比較忽略了 其實可能沒有那樣的充分的機會去引導同學們 可以來進一步的去因為接觸 他不一定要去就業也不一定說我一定要去那邊上班級 但是如果能夠讓這個整個職場這個領域的這一些 能夠在我們的學習課程當中多一點的了解 我想同學的這個對自己的了解就會更多 對外界的理解也會更多 所以在這個裡面很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夠 尤其是十萬年國教整個課程會有更大的改變 就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尤其高中 高職選修的課程 其實這些選修課程也某種程度 比較不像過往必修 因為必修就是又回到完全前的這一些 所以在選修的這個彈性 加上我們這個整個制度裡面 也比較希望有多的機會是那種屬於專題或實作的這種課 在哪一個方向 其實可以從這些後續整個高中課程比較大幅度的 從降低必修能夠增加選修的機會 實際上就是能夠增加同學們在學的這三年的過程當中 可以多多的去發洩自己的欣向興趣所在 那也透過這些課程我想那就是一個初步的接觸 這個未來即使是繼續走直接走深血的路徑 也會讓自己更了解自己 那如果說真的有機會或自己還覺得說 我真的到社會來參與歷練個幾年 會讓自己未來真的在進到學校 會更清楚知道要學些什麼 我想那個熱情會跟現在完全照著學校課程的安排 自己跟著一步一步走 最後發現這並不見得是自己所需要或所愛或有用的 這個情況我想是在整個方案推動裡面 當然我們用一個比較穩健的方式來推動 所提供出的這些名額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主要是希望能夠慢慢的讓 如果同學們還在對自己的人生 還在做一點思考跟猶豫 或許他可以有這樣的一種機會 這樣聽起來這個其實還蠻令人期待的 因為尤其加上十二年國教 剛剛部長提到有關選修課這樣配套 我覺得是蠻令人期待 可是接下來就講到很多同學跟家長很關心回流升學的問題 那有辦法就是參與這個計畫這些經歷 未來我可以就透過這些經歷的可能表現不錯 然後進到一些頂尖的大學 然後是我過去沒辦法單純用我升學成績上的 有這樣可能嗎 是我想這個也確實在這個方案裡面 在做後續裡面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措施 那這當中如果我們說從學生應屆畢業同學來看 他大概有三種的型態 一種就是他還是有參加考試 不管是統測 學測或指考 他也選了一個學校 也選了一個系 他取得了學籍 那這種狀態的學生 基本上如果他要參與選擇 他後續當然也可以有延長 修位連線或保留學籍的時間 也就是說他確實已經進到某個系所了 那未來我們在系部規劃的就希望說 比如他原來是顯得某一種比如這樣建築 可是他後來發現他可能不是那麼喜歡建築 他可能會喜歡的是另外一個領域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在思考那種轉系的部分 也可以參考他職場的這方面的學習跟歷練 以及他在這過程當中所獲得的一些可能進一步的工作經驗 他會經過一些資歷 我想這個是一種形態 那另外一種是在開放裡面我們就比較希望說 他也真的不需要經過統測 學測這種考試 那以後的這個升學的路徑就會更著重在他屬於在職場的 或在生活上的這種體驗來成為非常重要的 在有關他後續入學的審查當中一個參與 這就是回到比較從實質的這種經驗跟資格的累計 那這個當然相關的這些辦法我們目前也正在演繹 那另外第三種的路徑是他可能當年都畢業 他也參加了統測 也參加了學測 那現在希望說這個成績 因為剛好畢業很熟悉的準備了三年 應該是他在學習什麼的高峰 那一年比如他參加了一個這樣的考試 但是後面他沒有繼續去參與所謂分發 什麼征選的 那這個成績我們在演繹 他應該是可以保留來沿用到他等到他要再次的入學的時候 因為現在目前透過統計上面的這種類比 他還是很公平的 所以我說這種形態也是可能有部分的同學 他會是這種情形 那至於說他未來我們會去繼續教育 就是回流教育這部分 目前我們也正在把這個細部的這種 不管名額或是他未來幾個入學的這種方式來做演繹 這部分會在12月正式公佈的時候就會非常的清楚 他們可以回來 我想這個是一定要的 而且是必須的配套措施 所以同學或爸爸媽媽他們做了這個選擇 絕對一定要能夠說 當他有幾年後他真的要再做學習的時候 我想這個路徑基本上我們會朝這樣的方式 能夠來支持同學的再進行下一個階段的這種學習 所以我想這些基本上非常重要的 也會跟他這幾年的在職場的體驗等等的 實質的這些經驗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所以剛才三種的形態 大概基本上應該都是應屆畢業高中同學或高職同學 大概他可能出現的這些狀態 那這些狀態的路徑我想我們也朝能夠盡量能夠也適應同學 所以未來他可以有這樣多種多元選擇的這個機會 來做他的繼續教育 所以未來就是希望朝多元入學的管道 是因為現在我們也應該說現在入學也比較多元化了 只是過往還是比較偏重在從這個統一的這些考試的成績 如果回到同學因為有更多的這些職場的體驗 那我們在大學的選材的這方面 其實他是一個可以來應應這方面的一種專 就是說他累積了這些經驗來考慮他整個入學的這些所要準備的相關資訊的整理跟審查 我想這個同學們是可以放心 如果說幾種的這種形態都是在我們所規劃的未來在回流教育上面的管道 那這些也會因應他的當年畢業做的這些選擇 可能已經參加考試了有學校的 如果說都沒有參加任何的考試 所以我想這幾個形態大概我們都會把它評估 在未來他可以來作為後續繼續教育的這樣的一個路徑 了解 所以一個學生假設他有考試也有參與計畫的話 他未來就可以自己選擇他要用考試的成績或是用計畫的經歷去進行升學 是因為這部分當然我們都比較希望逐步的 這個也關係到整個台灣高等教育 從剛才我們在談到說台灣其實同學們的勁在高教的在大學的這個比其實是算高的 但是我們的時間都很集中大家都很像嘛 都是高中畢業就直接進到大學 一旦畢業也可能就同時在要升學或找工作 大家幾乎都走同樣的模式 那像歐美的一些國家他們其實比例跟我們是相當的 也就是說大家都很重視高等教育 可是他們也有很多是不在一個時間裡面同時 他們等於說也有比較後面的一個年紀之後再繼續接受高等教育 我想這種方式某種程度很多都是可能甚至是本身已經工作了 然後繼續再擔任再來做進修 我想這種學習學用的合一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是對一個同學來講這個其實是更有他的價值 如果我以自己為例 我也是在師專畢業的業以後先去有一份工作 但是工作了幾年就還是繼續進修 那時候進修是業間部的 然後慢慢我算是一個很資深的年紀很大的博士生 因為等到一個在職場上的工作 不管是在學校擔任老師或是後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 真的會想要再去進階去做進一步的進修 是很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所以我是42歲才拿到那個教育博士的這個 這個是如果以我自己來講 跟一路然後畢業了博士以後忙著要再去找工作 其實那個是不同的心情 那我想這個整個高等教育 我們應該是要有更多的彈性 包括整個未來是不是有可以讓各種在人生學習的階段 或在職場已經工作一段能夠有機會再思考 我要再接受高等教育的時候 我可以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那這個的彈性也會有相當鼓勵更多的 我們說以入委高中子畢業生而言 他可以相信說不一定要搭直達車 可以搭一個叫區間車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一個階段 我可能就再回到大學修這個學士的學位 可能我又要再繼續工作 那之後我也可能要再進一步去擔任這個參加這個 需要到研究所階段的 我想這個概念其實基本上就跟學跟用 還有對自己所知道不足的部分想去補強 我想這個是這個方案我想在推動裡面 很希望能夠把現在我們看到的現象 就這麼高的直接升學的比例 但又有這麼高比例的同學是在徬徨當中經過了大學四年 甚至是接著後面的學習 但是畢業了以後又會有很大的疑惑 自己竟然去花了這麼長時間學習 也付了很多的學費 可是竟然是選擇了 做了一個不是他跟這幾年的學習有關係的 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 最近大家長期在關注的社會的一個現象 常常也還會說 有時候高的學歷反而不容易去就業 那如果是以一個個人也好或家庭也好或一個政府 我想這個投資是不合比例的 反過來應該如果說有機會 當然這個我們藉由這三年 然後或是後續持續退的 也比較希望讓大家都再思考一下 因為我覺得每一位同學真的如果更了解自己 我想那個選擇會更清楚 未來付出的時間 甚至是相關的費用 也會更合自己未來的這種需要 嗯 了解 所以如果同學三年計劃結束之後 在這一間公司企業表現不錯 企業有可能留他繼續下來 對 因為我們這個計劃為什麼是二到五年 因為每一種可能狀態不一樣 那政府有協助經費的是職場體驗 每個月一萬塊的 這是補助三年 那個他們補助給企業的那個是兩年 那當然在這種過程當中也有很多 我們也相信可能會有同學經過了三年 他也很喜歡這個企業 企業覺得他很棒 那當然他可以繼續的在他人生再往下走 那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說不定他才想 這時候我要不要再進一步的去做學習 我想這些彈性我們都希望 在這樣的方案裡面去把它規劃 讓他們是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不管到什麼學歷 最終都會進到職場 不管博士畢業了什麼都還是個概念 所以同學也可以用一種 自己在累積自己的生活經驗 職場的經驗 或累積自己的 對自己的更多的了解 去看待這種參與的 這樣翻案的一種思考 因為這部分我一直覺得 它是一個累積 那尤其是對自己的了解 我想對未來的選擇是有最大的幫助 因為面對升學選擇的疑惑 高中高職的學生都碰到 同樣的疑惑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 在面對這種面接畢業同學裡面 我們希望這個機會是提供出來 可以給高中的學生 也可以給職業學校的畢業的同學 所以在設計裡面 當然最後還是一個選擇的機會 因為有些職缺 它是不是那麼強調 很技術性的這種學習 這個倒要看職缺的屬性 那包含剛才也談到 如果一些比較屬於生活 跟國際志工的體驗 那這一些也未必是說 一定跟原來高中或高職所學的課程 完全必然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概念底下 我們比較希望的是 是希望說學生是真的去瞭解 因為職缺開放出來 他是清楚的 就是說這些 或許高職的同學會覺得 有機械的 有這個我們說工匠 那個比如像木浴的 哪一些 他會覺得這個跟他在高中的 高職階段所學的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說媒合 那如果說有高中的同學 他畢業後 他真的很想說 我們像目前叫做創客 創客的發展那個不限 只有所謂技術層面 像這一些 為什麼我們把有些機會是自題 原因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高中者的孩子 想的或是他接觸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還有這個選項的原因 也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完完全全 高職學生或限制了高中的學生 也是因為當時在方案思考 有這種選項的機會 當然我想同學們大概會比較多看到的是說 如果以政府在青年就業的這個領航計畫 因為都是比較大家所熟悉的 可能是幾個我們五加二的這些企業 他們想說這些可能跟高職同學 在三年的課程會比較相信的 我想這部分應該是會有比較多的高職畢業同學 會朝這個方向選擇 但是我剛才補充的說 有很多是生活面 或是說即使有些職缺 但是它不完全是完全技術導向的 這種學習的職缺 那就也是高中生不是不能去嘗試跟思考的 包括說高中生還是可以去提自己很有創意的 我們說這幾年我們也在鼓勵 這種製造或創客的這種推動 我想有些學校也培養不少孩子這部分 這些我都會認為 他的創意可能比技能的展現可能來的高 所以國化語部法也有很多 它不見得是在正規的培養底下 但是是成為國際非常知名的這些創造者 也發展出很大的 那我們一直覺得說高中子畢業 其實是人生一個活力 各方面是非常蓬勃的階段 如果這個階段有多一點這樣的機會去思考 那也真的找到了自己蠻適合的路徑 這個我想兩年到三年不會是延長的概念 它可能是增加自己多一點的資歷去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就業 創業或升學 所以我想這樣的方向 歸總來說還是比較回到 以一個學生學習發展的概念去看這件事情 它不是完全被我們的制度所規範著 然後就照著這個按部就班的走 這個方案基本上 它一個很核心的精神會是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對很多同學而言 它應該說它是另多了一個選擇的機會 但並不是說要大家通通又跟著這樣子走 不是因為每個人的狀態或興趣 或是對人生的這種定調 其實我想那種距離度不太一樣 那這一個方案基本上 我們說它就是多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我想這樣的情況比較能服應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因為高度的升學 因為太直接的升學 但產生了徬徨的學生 他可能要面對的是 未來還不太了解 就硬要去做了選擇 我想這種機會 基本上是台灣 現在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大學生 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想這部分應該是 政府應該來努力協助他們 讓他們更了解自己 之後來發展到後面的人生 了解 所以五千名的缺額是含企業 跟企業媒合家 五千名應該是 就具體的就是職場的 那對於生活或字體的這部分 它並不會直接給它限制名額 但是會審查計畫 那一樣有補助嗎 一般我們會定義在職場的才會補助 就是它有到 它可以自己選擇 到哪個職場 但是經過我們審查 這種都會補助 但是如果是屬於生活體驗 擔任志工的 這個政府就會提供行政協助 但不會去變成說 我每個月又在補助它怎麼樣的費用 因為畢竟 以職場為體驗的這個 它其實是真的也比較辛苦 它就是標準的上班族了 所以在這方面 是政府會有這樣的補助給它個人 當作儲蓄戶 等到它這個計畫結束 才可以把政府所補助的提領 作為它未來的準備金 嗯嗯嗯 了解 所以跟企業媒合的就是五千名 可是如果一個高中生跟一個高職生 他們想要去統個職缺 感覺起來就是高職生會比較有機會 比較有能力 會不會那個高中生到最後 媒合一圈就沒有任何職缺 這個應該回到 我想在所謂的媒合就是 他自己想要什麼 這要去參與的同學 再來一個那個職缺的狀態 一定是會被清楚的說 他可能需要的條件 或是說他未來的工作的型態 我想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了解自己也知道什麼樣的機會 這個之後去做 才是真正比較適合的 那所以我就說 當然我想一般 從這個就業領航計畫的看來講 它是確實是比較以這種職場實作的這個為主要的標的 我想這個部分當然被原來已經有三年可能在各個領域的 有經過一些專業課程的或專門課程的學習的高職的同學 他會覺得有些對應的可能會比較多 這個五個圈格的職缺裡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不是那麼強調在原來你所 是不是有對應 我有機械 我有電子的等等 那那一種尤其比較如果類似像服務傾向的這種領域 他未必考量的就是所謂的那種原來在技術高中階段所安排的這種課程 所以我想這部分應該是讓同學有機會跟家長商量一下 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想試試看 那等到明年我們把這些相關的職缺盤點出來公告出來 他那時候就會非常具體的知道這個階段的這一些自己喜不喜歡 或有沒有想要去試試看 我想那個階段應該是在明年三四月的時候 他們也就會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樣的選擇 因為這本身是一個就業也是一個教育的計畫 所以在整個職缺媒合的過程 就如剛才有特別提到 那很重要的是同學們在職場裡面 那未來教育部會成立專案的辦公室 那勞動部其實還有各勞動分屬在我們幾個區域 那我們對這部分就會進行到個案學生的他的狀態的了解 如果說當然到最後也有會很清楚的 如果同學們在職場上有碰到什麼樣的碰到的疑惑 困難或什麼我們就會有專線 也知道有專人可以來提供這方面的諮詢 跟必要的去做這個協助 所以他這個整個輔導的過程裡面 雖然同學在公司上班 但是他隨時可以把他的情況需要做反應的時候 我們會有專門的部門來掌握跟協助這方面的工作 這個也是在整個計畫裡面非常重要的我們的一個措施 所以比如未來真的有五千位的同學在我們台灣的各個地方 這些不太會說完全就好像斷了線的風針 不會我想我們幾個部會也會隨時的去做這個聯繫 當然我想甚至現在有一些職缺可能很需要有初期的這種再一次的 把原來在高職 比如說以高職為例 高職的課程到進入職場他可能還有一些需要銜接的 那這部分我們也跟勞動部談到我們有一些執行中心 他也會來幫忙辦理這個銜接課程 比如說他可能用三個禮拜可以讓同學從一個學生 或在學校學的那種課程到這個 他已經清楚要到哪一個企業上班了 那是企業所需要的這方面的資能 那也希望透過這方面 這個我們會是那種職缺的狀況 因為現在跨部位一直在協調 就是說更細膩的能夠讓同學們跨住校門進到職場 是可以更順利的銜接 那如果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就位的過程當中 如果碰到困難我們也會有專案辦公室跟專人 來接收同學們他們所碰到的問題 那必要也會就近的來跟企業去再做一個會商 怎麼樣能夠提供給在這個企業上班的這些同學 一個更適切的協助 謝謝部長今天接受我們的訪談 我想各位同學都可以對這個政策有更深的了解 謝謝部長 謝謝 我們也希望有這方面想法的同學可以來嘗試 那後面的配套 我想在12月底應該都會很清楚 我們歡迎同學好不好 為自己做一個更好的選擇 好 謝謝部長 謝謝